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10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电力一姐李小玲被曝光 曝光卷入保险业丑闻 是空穴来风还是无风不起浪 中共官员于其一在双规期间被折磨致死 凸显了中国所谓反腐利器双规制度的什么弊端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四位嘉宾是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 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中南海后辉学艺书的作者 陈破空先生 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 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 主持人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经济案件 中国红色家族又爆丑闻 这次的主角是前总理李鹏之女 号称中国电力一姐的李小玲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李小玲曾经作为中间人 帮助世界著名的保险公司 苏林市公司 在中国达成巨额的秘密交易 尽管李小玲和被报 卷入此案的中国富豪张鸿伟 都声称自己清白 但暗中曝光的线索呢 却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那么容易解读 那么苏林市保险公司丑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牵涉到哪些关系 此案此时通过外媒曝光 其中有不玄机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 在人在纽约的程晓龙先生 来跟我们用几句话 简单的概括一下 就是根据这个英国 每日电讯报的这个说法 这个李小玲 李小玲卷入的这个案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本质是什么 李小玲是帮着中国初次创办的新华保险公司 获得特批进入这个中国当时严格管制的人寿保险行业 但是呢 整个过程一直到最近 在美国这个 卧吉尼亚州的这个司法审判当中 然后一些案情才曝光 给了美日电讯报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疑点 也许我们回头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总的来讲 李小玲在里面的角色 是值得深的挖掘下去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破空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案子很显然概括为就是违法违规 因为中国的保险市场在1995年还没有开放 提前四年就把瑞士的苏利士保险公司 引进了中国这个保险行业 这就是一个违规 至少是违规 违反了中国本身的一个规定 另外是违法 因为在这起交易中 李小玲建设了新华人士保险的三个案子 的商人跟苏利士达成县之后 其中有1690万美金的好处费 也就是1.3亿人民币 那是个很大的数字当时 这个好处费用来招待高官 比如说给向怀城的女儿买房子 给去一系列的中共高官到美国来访问 给他提供好处 包括什么田凤山 包括什么杜青林亚等等 那么另外李小玲本人 他作为介绍人 他不可能从中没有得到好处 那么他的好处究竟是多少 虽然是个未知数 但是根据他各种习性 和这个家族和这个体制 和整个腐败家族的情况来看 他肯定从中有好处 要么是从中捞取了金钱 要么是从中捞取了股份 好 我知道苏利士保险公司进入中国 事先在中国保险市场开放之前进入中国 这肯定是显然中间有违规的情况 但是我想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就是李小玲在中间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声明 他是说他跟这个整个事情是毫无牵连的 那么张国华先生 你来介绍一下李小玲 因为我知道您做了一些调查研究 就是在弗吉尼亚州法庭上的程序文件 做了一些调查研究 那么您的发现是什么 我跟刘平兄这个礼拜 因为这个案子报出来以后 我们专门做了一些调查 那所谓的调查 就是第一 要跟法庭取得最初的 最原始的文件 也就是诉状 这是一 第二我们去联络了当事人的律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调查的结果 刘平兄专门还去了 维吉尼亚的巡回法庭 从那里 可以说是浩瀚的文件中 把最原始的诉状给找出来了 现在我们拿在手上的 就是最原始的诉状 这个案子你说它简单 它也简单 你说它复杂 它也很复杂 简单在哪里呢 它最开始啊 实际上就是这个东方公司的老总 这个张宏伟 他去告他的下属 他美国分公司的这个主管赵宏 就是告他这个滥用职权 然后这个罗用资金啊 这个这些事情 这个一共有五项指控 一共有五项指控 这个里边呢 最原始的诉状里边 没有提到李小林 李小林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这个虽然最原始的诉状 只是很短 只有16页 但是呢 在庭审过程中间 这个控辩双方的这个辩论 所有的记录加起来 大概在四五千页之谱 所以我们根本也没办法 一点点看下去 原始诉状没有李小林 但是不代表他们在这个工房 法庭工房的过程中间 赵宏 把这个1690万美金的这个来源 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提到李小林 好 刘宾介您的解读是什么 您看了这些法律文件以后 是 就是这个 为什么这个数字会曝光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浩瀚的文件 好大好大的一个大夹子 好几个夹子 这里边呢 它有所有的支票的银本 因为张宏伟告赵宏的时候 就是说你赵宏这个地方 滥用我的这个滥用这个资金 那赵宏就说 我在美国干了不少大事 其中一个就跟这个 帮这个苏黎世进入中国 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么所以这就提到了 这个刚才张国华先生讲的 1690万美金这个事 可是呢 我非常认同 程晓农先生在开头的时候讲的 他这个事情值得深入的这个研究 深入的挖掘 就是说 这钱到底是到了哪里去 为什么要这样子走法子 李小林现在 看李小林自己也否认了 他这个钱不一定就是到李小林那边 或者说是李小林拿了之后 转走到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正因为如此 所以需要有一个更清楚的调查 我想英国电信报对于李小林的指控 主要是说他作为前客 作为牵线人 让苏黎世保险公司 和这个中国这个新华人寿之间 建立这个牵线搭桥等于是说 然后使这个违法的交易 成为一个可能性 所以并不是说李小林 直接用了多少钱 当然刚才 根据赵宏在庭上的说法 这个事情 这个苏黎世保险公司 之所以能够提前四年进入中国 当然跟这个李小林是有关系的 这个李小林在这个一次 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 招待这个瑞士的联邦主席的 这个国宴上 把这个他的同学 赵宏是他的同学 校友 然后呢 这个就介绍了 就是说有这样 这个瑞士的这个 苏黎世保险 对进入中国很有兴趣 你们可以去谈一谈 因为当时有一个新华人寿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瑞士的资金来重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牵线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它一定是牵了线的 这一点李小林应该是 这个没办法否认的 没办法否认的 这个赵宏的律师 赵宏的这个默虎 他在这个通电话的时候 也跟我们讲 他他自己觉得呢 说第一 这个每日电讯报 在报道的这个之前 没有跟他做任何的联谋 没有跟他做任何的查证 所以谁向他透露这些东西 他不清楚 第二呢 这个他认为说这个事情 这个当初啊 李小林介绍他们相识的时候 只是一般性的介绍 这个现在这种 这个牵扯到 具体的操作的时候 他不知道是不是参与了 这个后续呢 他就这个 他认为他没有参与 好 我想请陈小农先生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 苏黎四保险公司 进入这个中国的保险业 在中国保险仪市场 开放前四年 他就进入 那么通过这些私人的关系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具体的过节 但是我想有一个 很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苏黎四公司 进入中国以后 到底受益有多大 获益有多大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好 我仔细分析了 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同时我也查了一些 关于新华保险的资料 然后我发现了四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 就是与李小林有关的 我前面提到了 这个 当时中国人寿保险 没有开放 虽然允许外商 进入中国 从事保险活动 但是人寿保险 这块利润最大的行业 是留给了 中国的保险公司 如果外商要经营 这个项目 他必须要获得 合资的许可 那么当时新华保险 实际上还没成立 所以谁在新华保险 成立之前 帮这样一个民营的 而不是国营的公司 获得特批 谁疏通的 谁批准的 李小林在里面究竟扮演的 是不是只是一个 简单的牵头人作用 还是进一步的 他帮着疏通 获得批准 因为当时 要特批这个 新华保险公司的开张 和秘密的合资 需要国务院的总理 副总理批准 他父亲就是总理 这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 当时苏黎世投资 这个1690万美元的时候 新华保险公司不存在 换句话讲 苏黎世保险公司 实际上是用1690万美元 换了一个虚拟的公司的 四分之一的股权 为什么苏黎世保险公司 这么放心 不怕打水漂 那么应该讲 他是获得了某种承诺 就是说你们放心 现在虽然的公司不存在 你们的钱拿去以后 将来一定能赚 谁给他的这个承诺 谁能保证 新华保险公司一定能批准 那么只有权力最高的人 才有这个资格 第三个疑点 新华保险公司成立以后 一直到2000年 苏黎世保险公司 再次投资5100万美元 获得了10%的股份 那么这个时候 苏黎世保险公司 已经获得了35%的股份 但是新华保险公司 一直掩盖这个情况 他对外只宣称说 苏黎世是2000年才开始投资 就刚才谈到那个 5100万美元的投资 新华保险公司是公开的 但是前面那个25%的股份 他一直掩藏着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全中国都以为 新华保险公司 不是中国第一家 获取和外商合资的 这个办理人寿保险的公司 事实上它是第一家 而新华保险公司 一点掩盖这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他着力地要掩盖 他和苏黎世公司的 一开始的这个幕后交易 最后一个疑点 苏黎世保险公司 持有的新华保险公司的股份 最高是35% 但是2011年 新华保险公司 在香港上市的时候 这股份从35% 突然掉到了9% 换句话讲 在十年之间 苏黎世保险公司的 25%的股份不见了 而且更有趣的是 2013年就是今年 新华保险公司的 3%的股份 被苏黎世保险公司卖掉了 卖之前 苏黎世持有 9%几的股份 卖了之后 还是9%几的股份 所以从此看出来 苏黎世持有的 新华保险公司的股份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秘密账户 怎么样对媒体 都没有办法交代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黑幕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苏黎世持有的 新华保险公司 25%的股份 相当于大概亿美元 这股份哪去了 是不是交给了 或者转送给了牵线人 或者特批人 这个其实从 新华保险公司的资料里 一查就查出来了 但是中国政府现在不查 好 陈亚东 现在说这几点 非常具有说服力 那么我想就是这个案子 牵涉了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就是张鸿伟 因为张鸿伟 是和这个 在美国起诉这个赵鸿 然后他和赵鸿之间的 这个法律控辩呢 才把这个事情 整个事情曝光 那么张鸿伟在中国 其实也是一个 相当有叫做红顶商人 也是一个非常有 政治影响力 和经济影响力的一个人 那么请波哥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张鸿伟 他的关系网 涉及很多中国高官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相关的背景好吗 对 我想张鸿伟 他的发迹 正是因为拍上了 李鹏家族而发迹的 他曾经在这个 就是福布斯的富豪榜上 也列过一个名字 另外他这个 他的具体的背景 是不是高干 这个无从可知 但是他所掌管的 东方公司 拥有新华人寿的 这个主要股份 这是一个事实 他怎么会拥有这个股份 那显然是背后的 权钱交易 我们知道这个李鹏家族 是从来就是 以权经商 以权谋私 这个权钱交易的一个典型 比如说举个例子 2001年 11月15号 李鹏的长子李小鹏 他有个公司叫 华能国际公司 在香港上市 他头一天上市 第二天 11月16号 李鹏当总理的国务院 就发布一个规定 就是宣布 上市公司的印花税下调 下调上市公司印花税 是明目张胆的 这个以权谋私 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北京 那么张鸿伟自从 结识 应该说李小林之后 贫布清云 他的身家是如何来的 怎么来的 中国保险行业 起步这么晚 同时这个 我外国公司 也都是说在 稍后才进入 怎么来的 这里面一个 很重大的事情就是 中国喜欢用个词 叫买办 这就是真正的买办经济 还有个词叫外国 这是真正的卖国 就是说李小林 跟张鸿伟 这些人的伙同 因为李小林 不方便出面 他毕竟是一个 总理的女儿 那么像这种 这种红顶商人 张鸿伟和赵宏 这些人就出面 关系量 出面就做什么呢 把洋人引进来 表面上 以洋人做掩护 实际上是跟洋人 共蒙暴力 这个行为 就是典型的 一个卖国行为 好 说到张鸿伟 我想要提到 张鸿伟的 这个东方集团 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 在中国上市的 这个公司 所以他绝对是有 非常强的官方背景 那么我们再提一下 这个1690万 苏利市公司 打到这个所谓 离岸的这个 其他银行 给用于中国的高官 让中国高官 当然这是根据 英国电讯报的 这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钱 是专门用给 中国高官用的 那么这个钱 有没有哪些 比较确凿的证据 哪些人用了 哪些中国的官员 比如说用了这笔钱 目前看到的 就是在这个 法庭的攻防中 这个赵宏 透露了一些细节 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 就是一个是60万美金 为向怀城 当时中国的 财政部长的 这个女儿 在美国留学 为她买了一个房子 那第二呢 就是一些这个高官 比如说国土这个 国土这个资源部的部长 田风山当年到美国来 那他们有给他 一万美金的这个 零花钱 零花钱 然后其他的高官 其他的高官 什么政协副主席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官 到美国来 也会给他们零花钱 那大概我想 也是一万计的了 就这些钱 是有这样花过 这样花过 那还有一部分钱呢 就是说 这个最早张宏伟 告赵宏在美国 是因为他有一笔钱 大概有六百多万美金的 这个钱 放在美国呢 来做投资 比如他买了大概 有两百多套的 这个公寓 然后还做 还买了一些别的东西 让他在这里经营 因为赵宏过去 是中国财政部的官员 曾经在世界银行 还工作过 后来这个95年以后 他就这个退下来 专门这个帮张宏伟 打理在美国的公司 因为这个张宏伟也好 他的另一个兄弟 这个官国文亮 这两个人都不懂英文 就三个人 这个他们三个人操作的 所以呢 全部交给赵宏 那赵宏因为他占着英文的优势 在这边做了很多 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最后呢 这个两人这个翻脸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 这笔交易 跟树立士这个保险的交易 这个交易本身 一定是有问题的 它是暗箱作业至少 这个尤其是当这个 中国的人寿保险这个行业 还没有对外资开放的时候 他们透过了这个私下交易 三个人嘛 把这个股份转让 给这个树立士保险公司 而且这个钱 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 外汇管理的这个规定 他应该打到中国大陆去 他不能留在海外 可是这个钱 打到了这个巴哈马的 这个离岸的这个账户上 供他们自己来这个运用 动用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刚才说三个人 我们知道 英国电讯报的报道 也是说李小林牵线 让树立士公司 跟中国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到底是 就是说是张鸿伟 关国亮 还有赵鸿 就这三个人 那么这三个人 从这1690万里面 得到什么好处没有 这就回到这个主持人 刚才问的 张鸿伟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 至少我们从法庭文件看来 这个人心狠手了 因为大家本来是 一起打天下的 结果呢 关国亮给他搞进了 秦城监狱 赵鸿给他告上了法院 然后你再看 这个法律文件里边 赵鸿有一段证词 完全是用中文写的 赵鸿是这里边 这个最通英文的 但他那段证词 是用中文写的 看了那个中文 那个证词 想到中国八个字 低声下气 摇尾起连 意思就是说 大哥 你就放着我这一码吧 我也给你 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我虽然也有一些错 但是能不能就此放过我 我不求任何奖赏 你只要不处罚我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当初是彼此的这种哥们 怎么到最后 如此的反目成仇 所以这个整个的事情 虽然是浩瀚文件 但从里面找到了很多 也许不是那么样的 这个影响整个案情的 确实非常值得 实际上这三兄弟 都不怎么样 刘平兄刚刚提到的 他给他用的 中文写的证词 实际上他在 他听说 听说他要被告了 所以他赶快给张宏伟 写了一封用中文写的信 他基本的意思告诉他 希望你不要追究过程 你看结果 当年你投给公司的钱 我实际上已经让他盈利了 至于我捞多少你不要管 你只要关心 就是说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我帮你生了多少蛋 你就够了 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说 我就求善终 希望你能够宽宏大量 我加一句话 帮他挣了一千多万美金 一千多万美金 按他的说法 非常大 好 我想再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就是说这个案子 当然就是从英国电信报曝光以后 中国方面 不管是张宏伟还是李晓琳 都是说自己是清白的 那么他们都是强烈的否认 跟这个案子有任何的牵连 那么我想问您 到此为止 这个案子还有哪些看点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 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现在呢 美国这边的法庭 恐怕不见得还会有更多的料 会爆出来 中国国内实际上已经停止 这个曝光更多的材料 所以恐怕我们现在 无法获得新的资料 但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各种疑点 其实已经指向一个很明确的问题 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其实 正在帮助掩盖 这个案件中 可能涉及到的种种复杂的背景 特别是有可能 与李晓琳以及他背后的 这个中国政府更高的官员之间 在这个案子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有一点我想需要说明的就是 在90年代初开始 在打进中国市场的各个外国公司中 特别是大公司里 普遍流行一种做法 就是雇用这个中国的高官的子弟 或者是聘请他们做助理 或者顾问 用这种形式 请他们帮着疏通关节 当然这里面是要给去 给予各种好处费的 不见得是直接的给 但是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 比方讲我们刚才前面谈到过 苏黎氏保险公司 究竟用什么办法回报李晓琳 这个问题李晓琳现在只字不提 试图把这个事情拖过去拉倒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政府其实并没有完全的 帮李晓琳掩盖这件事 因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有关的这个美日电讯报的 这些报道的材料 曾经曝光了好几天 一直到前天 中国这个政府才开始下令 互联网把这个资料封掉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给了几天时间 同时中国政府还允许李晓琳 出来辟谣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上 辟谣可能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怀疑 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留下了一个 悬而未决的结论 那就是里面的黑幕大着的 好我想今天陈伯宫先生的意见 就是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曝光 第一又是通过外媒 我们知道最近几次 比如说温家宝 习近平家族这个财富外露 都是通过外媒 那么这次又是一个老路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觉得因为这个李晓琳的地位非常特殊 他是中国电力一姐 中国这个电力国企的一个掌门人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在联系到以前中石油 比如说这个蒋洁敏下台等等 会不会跟这个国内整顿这个国企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猜测 那么破空 你觉得一些比较合理的猜测是什么 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不排除 有权力斗争的背影在后面 高层权力斗争 那么这涉及了一个人 谁就是王岐山 王岐山是赵紫阳培养出来的人 王岐山从赵紫阳的 就是农村经济那一块出来的一个人 那么最终这个人掌握了生杀大权 中纪委书记 而很可能王岐山在这个位置上 想帮赵紫阳出一口气 因为李鹏是赵紫阳的死对头 而李鹏家族的腐败是家喻户晓 是一个经典的腐败家族 那么王岐山在反腐 说这个苍蝇老虎要一起打的时候 不排除利用外媒 利用这些外资企业 利用一些线索来 就想围困这种抗扬的围困李家 那么把李小林扯出来是有可能 实际上前些年温家宝就想动李家 温家宝曾经把李小林的一个情人 叫李亮给抓了 叫那个中纪委的一个女将 叫马文办理这个案子 但办了两个月 后来被李鹏强力干涉 这个案子停了 所以温家宝没有继续下去 那么现在王岐山 能不能够接个这个案子 把他追究下去 可以说关系到未来的政治首相 我们看到政治局常委里面 有一个很巧妙的现象 七个常委 江系那边有四个 但这四个并没有掌握真正的实权 什么人大什么政协都是虚的 有一个掌握宣传的是一个重要的 但是也不能够调动强力部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副总理 而掌握实权的恰恰是像习近平 李克强王岐山 那么王岐山的权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绝对不排除 就是说一种潜在的改革派 或者潜在的这种 就是胡照留下的人 要为过去的一些事情翻案 这么一个情况 我想补充一点 好 请讲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除了刚才破空讲的这个以外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就联系到最近 李克强和习近平在推动国企改革上 遇到重重阻力 现在的国企的各个部门 还有包括国资委 都在抵制李克强 想要推动了一些国企改革方案 那么目前这次案件的消息曝光 和在中国官方不敬它 这件事本身可能还有于其他的国企 一些老总下面被拉下马 连在一起来看的话 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是通过反腐败 把国企现在的一部分高官拉下马 换上李克强 他们比较信任的人 以便推动国企改革 同时也是给那些其他的 不太听话的国企负责人 一个严重的警告 就是你们如果不乖乖地认同中央的方针 那么你们前面有前车之鉴 好 对 每日电讯报这个背后 一定是有人在放话 在这个放消息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在这个法庭上最初曝光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 我们人在华府 都没有注意到这事情 而且是一年多以前的事 而且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 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 这个每日电讯报把它爆出来 而且报的都是这个 非常惊悚 标题非常惊悚 标题很惊悚 那没有问题 第二这个里面有些东西 也确实从这个法庭文件出来的 包括一些这个支票的 这个走账的这个引印件 他都把它登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有人在放话 而且最有趣的是 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事情是赵宏 把它这个在法庭上透露出来的 可是赵宏的律师莫虎 华裔啊华人啊 他没有被告知 这个报社也没找他查证 那显然背后还有别的人 其他的消息来源 而且莫虎还帮李小玲讲话 对 莫虎还在帮他讲话 还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觉得这样把它牵扯进来 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了一头雾水 因为我们也不是 就对这个案子很好奇 我们希望能看到原始的文件 到底怎么讲的 李小玲在哪一地方涉案 这个现在看起来 因为这个公司是在黑箱作业 对 就像刚刚我们几位 这个朋友大家分析的 目前虽然我没有看到 这个李小玲拿钱的证据 但是这个资金朝哪走 怎么走 我们也看不到 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 苏黎世的首席财务官自杀了 然后呢留这个字条 说是总裁 董事长给他很大的压力 然后过几天董事长就辞掉了 辞掉了 所以这里面到底 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八月份 今年八月份 对 按道理来说 这个法庭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议题 早已经发生了 只不过我们大家都还不知道 因为没有曝光 我可以查一句吗 好 请讲 对 刚才刘平提到这个 一个苏黎世银行的一个自杀 我可以这么分析 接下来张宏伟 有可能被杀人灭口 因为李鹏家族 在他的腐败案中 多次杀人灭口 首先第一个杀人灭口 是沈泰福 就是李鹏的老婆朱灵 有一个长城积电公司 那么那个总经理叫沈泰福 当时一个急事案爆发了之后 这个民众非常不满 当时魏老就是把这个丑闻按住 就把沈泰福判处死刑 抓起来 结果沈泰福被杀掉了 就保了朱灵 这是第一次杀人灭口 第二次就是那个陈克杰 广西自治区书记 那个主席 他后来被腐败案下马之后 他供除 供除他给了那个朱灵 六颗钻石 大钻石 非常名贵的 那价值连城 结果他供除了之后 他反而被判处死刑 实际上又是一种杀人灭口 如果他不供除这个情节 恐怕他会倒下留情 还有第三个人就是那个曹玉飞 曹玉飞跟这个李鹏的 第二个儿子李小勇 成立了个公司叫新国大 当时在搞这个集资 结果到了2004年 这两个人反目 曹玉飞是台商 那么这两个人反目之后呢 是李小勇把这个钱提走了 但是他反目 这个曹玉飞被提走了 结果很多民众啊 就是因为这个资金受到影响 就去抗议 抗议的时候 这个政府按不住了 就把曹玉飞抓起来 很快判了个死刑 就是杀掉了 把这个台商给杀掉了 而李小勇就在李鹏的亲自安排下 到了新加坡 跟他的老婆叶小燕 飞到新加坡 几千万百的豪宅 住在那里 至今负罪潜逃 没有回来 说三次杀人灭口 李家是有记录的 说我认为张宏伟 现在还不如 就把这个找到 直接找到王岐山 讲王立军亮 找个安全的通道 或者投入美领馆 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否则下一步 如果误不住了 他被弄出来 恐怕就是一个杀人灭口 好 我想这个案子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 李小林这个卷入的程度 但是就是说 这个还是一个冰山一角 显示中国这个官商勾结 你看李小林这个否认也很奇怪 他完全不认识 这个保险公司的人 这个也太奇怪 因为他至少做这个介绍 不管拿钱不拿钱 他这个应该记得 第二个 他老公 他先生就是这个新华人寿的 这个总经理的 好像总裁助理 所以这个 当你这个否认的太干净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有问题 反而容易出问题 刘平先生 您先刚才提到了 这里面贪腐的一些种种的黑幕 到底有多少 就在这两天 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 有一个报告 结果发现 在中国的这个企业 在这种透明的 或者说反贪腐的指标上 那是全世界最差的国家之一 满分一百分 中国平均得分二十分 然后这个最低的 这个十个公司里面 有八个是中国公司 里面这个中国的奇瑞公司 得分是零分 跟他这个并驾齐驱的 是一个墨西哥的公司 家电制造公司 墨西哥是什么样的国家 墨西哥是这个 冠军被毒销啊 给追着打的一个公司 中国的这个企业 如果沦落到这种程度的话 真是让人痛心 好 请陈晓东现在做一下节目 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案子 其实关于新华保险本身的问题 不是舆论或者这个民众 在网上关注的重点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为什么李小玲会介入这个案子 然后新华保险本身 由于有了李小玲的介入 他如何获得了一系列 别的公司都没有的特权 并且能够在他没成立之前 就私下拿到了别人的投资 然后别人投了资以后 这股份又如何被掩盖起来 这个股份又突然消失了 这中间的黑幕 其实非常容易调查 只要不调查 那么就证明他本身是黑幕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去查黑幕 中国的媒体也无法查 但是这个黑幕的存在 通过这个案子 真正披露出来了 你刚刚问这个苏黎世 这个保险公司 这样操作了以后 他赚了多少钱 最基本的一个数字 他的投资 大概在五亿人民币 他最后 光光他销售他的股份 外出股份以后 他就将近五亿英镑 所以五亿人民币 跟五亿英镑这个差价 而且他不是全部的股份 很多倍 对 好几倍 好 有关这个李小林的话题 就到这儿 我们以后会继续关注这个事件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中国针对党员官员的双规制度 为何最近引起 中外媒体的关注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新闻永远滚动 获取美国之音新闻 谈指之间 随手可得 美国之音登场Google Currents 在Google Currents搜索订阅 美国之音 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 不管在线离线 既迅速又方便 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下载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 详情请上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作为审查和惩戒中共党员的制度 中国器检部门执行的双规 是让官员闻风丧胆 老百姓拍手称快的反腐利器 从陈希同 陈良宇到最近的薄熙来 都曾是双规的对象 其他从上到下 大大小小的官员 就更不计其数了 但是最近浙江温州官员 于其一在双规期间 被折磨致死的案件 被中外媒体广泛的报道 使双规 党大于法 公器私用和言行逼供等弊端 暴露于聚光灯下 那么双规造成的官员自杀和死亡事件 为何层出不穷 获得民意支持的双规制度 是无往不利的反腐战术 还是暗箱操作的人质黑洞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于其一 浙江温州这个于其一 官员死亡这个事件来谈起 我们知道于其一案 就是被判 对他进行折磨的这些官员 有六名官员被判刑 9月30号被判决 但是中国的媒体 集体销声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做报道 那么这个案子的 这个大致情节是什么 官方办案的疑点是什么 我请陈伯宫来 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 这个官员 就是温州官员 那个于其一 他被这个双规之后呢 这个办案人员 对他这个折磨 要他这个逼供他 其中一个手段就是 把他放在这个冰水里 那个整个人身 裸身坐在冰水里 然后把他的脑袋 办案人员 把他的脑袋 往冰水里按 不断地呛水 那么他多次挣扎 大声喊叫反抗 最后是越来越无力 而且每天只给他供一餐饭 也就是吃不饱 瘦得一包皮八骨 最后呢 就用这个冰水 反复的最后断气死亡 送一抢救之后 无效死亡 那么这种用冰水 那个整饭 我知道是一个常例 我以前在看守所的时候 我周围的刑事犯 经常告诉我 说冬天就是用那个冰水 就从那个冷水 从头交到脚 哪怕你穿着棉衣 然后你弄成一个冰块之后 把那个头 往那个冰水 一桶冰水里按 看你说不说 然后夏天相反 就是跟你用火烤 然后甚至烧眉毛 烧头发 烧银毛什么都来 说这个中纪委 这些所谓的纪律检察干部 就如此的 根本不是什么司法官员 就如此的滥用苦行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起 而且这个案子 中还引盖着更多的情节 就是说 这些纪检干部有六个 被判了刑 什么六到十四年 但是他们在法庭上说 他们是从上级指示这么干的 但是一提到上级指示的名字 比如上面两个纪检 书记的名字 马上被法庭打断 而且律师不能阅卷 检察院不让他们阅卷 法院也不让他们预见 甚至律师被嫁出法庭 律师要求真相的时候 说这些案子疑点重重 就说明背后 还有更大的黑手在背后 我们知道 这个芸汐一并不是 第一个被双规制死的官员 其实以前也有不少官员 其他官员死于双规 或者刺杀的这个例子 那么陈角农先生 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吗 好 我查了一下 最近中国的媒体 突然曝光了三例 就是在短短三个月内 因为纪委双规 而导致的官员死亡案 刚才谈到的 于其一是一个 另外 2005年 河北国头董事长梁云才 是在被双规期间殴打致死 再一个就是三门霞 中级法院副院长贾九祥 在双规期间被殴打致死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 湖北黄梅县的地震局长 钱国梁 在双规期间被殴打致死 这些案件 以前一般是不会公开的 但是最近突然的中国 陆续公开了一些 包括这次于其一的案件 所以我在想 曝光这些案件本身表明 一个问题 加上中国媒体 还有南风窗 最近做了一些报道 表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纪委部门 包括中共中央 现在试图要设法改善一下 这个纪委的形象 既要反腐败 又希望不要再出现 更多的这种 这个滥用酷刑的做法 但是我想 恰恰是这个讨论 本身暴露了中国的 这个制度存在的 一个反腐困境 那就是在民主国家 反腐败本来主要是通过 新闻自由 舆论自由 以及司法独立来实现 但是在中国 新闻自由 舆论自由 还有司法独立 都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容忍的 因为这三条的存在 就意味着习近平 所谓颠覆性的活动 对党造成颠覆性的威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实际上 要想反腐败的话 他只能用纪委 好 陈建东先生 待会我再回到你 待会我再回到你 因为我想请其他的嘉宾 发表一下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 刚才您提到南风窗 对于这个双规问题的报道 那我看了南风窗那篇报道 总的来说 它是用于一种 很正面的方式 来提这个双规 把这个双规归纳为 中国的这个反腐利器 而且实际上双规在民间 它还是 还是颇得人心的 那么张国怀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双规 讲起来是共产党 它自己的事情 因为它整治的是 它自己的官员 这个在中国 这个还没有司法独立 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这个 这个改变这个一党 专制的这样一个情形下 共产党为了维持 它自己的这个统治 为了这个平息民间的不满 来通过用纪律的方式 去整肃它的一些 这个贪腐的官员 我觉得这个 这个无可非议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 这个里面 还有很多的问题 大概这也是 这也是民间啊 为什么对双 这个双规这个制度啊 持支持态度的 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讲到双规 我就想到 我们还有一个制度 叫这个劳改制度 这个劳改制度 老百姓是反对的 为了它整肃的对象 很多都是社会 最底层的 这个弱势的这个群体 而这个双规如果 即使出现了这些 当然了 不幸的死亡事件 我们都很这个悲痛 但是呢 如果它整肃的对象是贪官 也就是说 你今天去双规了100个 这个里面有99个 都是贪官的话 这个老百姓支持 支持的 好 刘平先生 这个 其实我们今天谈的 第一个话题 是有关于贪腐 之所以会贪腐滋生 是因为不够透明 同样的会所谓这个 淋虐致死 他所做的事情 老百姓支持他 要双规 但是在过程中间 或者他的结果 却发生了这样的不幸 那就让我们想到 这就跟有一点 像是黑吃黑吧 这个前几天呢 在意大利 那个地方死了个人 这个人呢 在二十大战的时候 因为他是纳粹 所以呢 他屠杀了平民百姓 然后呢 这个人后来判刑 然后经过了反复的辩论 一直到他死 争议没有平息 很多人觉得他是无辜的 很多人觉得 他是罪该万死的 究竟无辜 究竟罪该万死 这就是需要一个 公开的讨论 那么同样道理 今天在双规的过程之间 之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能不能够避免 就好像美国一样 这个在 在那个关达纳摩 那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听到 他把它这个 按照水里面 这种水行 同样的会遭到的批评 好 面对批评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处理 那美国 他现在有这一套的机制 来让这些 不幸的事情 能够降到最低 中国能不能够 这些事情 能够更透明一点 这个是我们从这件事情 得到的想法 好 刚才程晓彤先生您提到 您觉得双规有一些弊端 那么您跟我们介绍 你觉得双规最重要的弊端 是在哪些地方 首先我想谈一下 共产党为什么离不开双规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 双规对共产党来讲 是他反腐败的唯一手段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如果互联网 不许披露任何官员腐败的资料 如果是披露的话 就会被当做谣言 点击多少次就要判刑 然后媒体不取报道腐败案件 那么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反腐败呢 只能密捕官员 然后用各种办法 逼他们主动交代 然后以他们自己交代的材料 作为证据来办反腐败的案件 换句话讲 不用双规 共产党其实没办法 因为如果是按正常的司法管道 那么通过个别人写 这个匿名的材料举报 这种材料通常没办法用来做司法证据 也无法进入司法程序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其实是共产党这种专制的制度 造成了它必须依赖反双规 但是双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共产党依赖双规的一个 它永远不能讲出来的 我从这个中纪委一个高级官员 叫李永中的发言里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叫做司法系统没有办法掌握 这个对反腐败案件的度 这个话是中共的话语 意思就是这里面的分寸不好掌握 也就是说司法系统不能掌握分寸 为什么这样讲 原因在于对中共来讲 它绝对不能让所有的 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 所有的案件 案件里所有的内容 都原封不动的拿到司法系统去 哪怕这个司法系统也在党领导下 因为那样的话 也会出现习近平讲的 所谓颠覆性的后果 所以他一定要关起门来把这个结果勾兑出来 对 要按加法来办 这里面办谁不办谁 办哪一个案子不办哪个案子 案子里面突出哪一点掩盖哪一点 这一切都要由党的负责人来说了算 换句话讲 要由党的各级负责人来把关 他们来决定这个反腐败反到什么分寸 怎么样既反腐败又能维护党的威信 还能保护党的干部 这就是双规的必要性 但是这个过程中本身就暴露了双规的根本弊端 就是它其实是无视法律 党操纵法律 党利用法律 党高居法律之上 好 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双规和中纪委这两个词 背后就是八个字 就是党大于法 以党代法 那么在双规的过程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突袭 第二个是失踪 第三个是无限期关押 第一四个就是黑箱操作 刚才小龙提到黑箱操作 是为了控制的需要 它这个突袭 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十几年前在广西 有一个局长过春节 他就在会上宣布 他说现在春节快到了 领导干部要带头拒收红包 他收红包就是一种腐败行为 他花音刚落 就有几个急简干部走上去 对他宣布 某某汪某 你站起来 结束双规 因为你收受红包 这个群众举报 就被带走 当场被带走 所以这个双规的突袭性 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 甚至还有个戏剧性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 发生了两起 一起在重庆 一起在安徽 局长被 因为纪检干部是穿便衣的 他不穿制服 他出现 就一批三个无业游民 围住了重庆的一个局长 就是纪检人员 要对他进行双规 那个局长乖乖就跟他们走了 就带在一个酒店 他就如实交代 他的贪污腐败 整个盒盘托出 甚至把自己的钱包和银行卡 都交给了这三个人 这是一个局长 出了个大仇 另外还有个在广东 安徽也是一个局长 他也是被一些 就是社会上的刑查人员 冒充纪检人员勒索 给带走了 带走了之后 关了四十多个小时 最后说是被救了出来 而这四十多个小时 据说他表现得 非常的顺从和配合 对纪检干部是 这个求叠叠告来 所以说这个纪检 这个第一个特点突袭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是那个 就是失踪 这个人员可以不见了 家属找不着 可以不回答 纪检可以不回答 另外就是无限期的官押 完全是没有法律 法外之法 不是法律 但它就是实在是一个恶法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双规 这个法律 它隔在这个司法之间 就成了说 我中纪委控制 我纪录委员会控制之后 我双规之后 我可大可小 可重可轻 甚至而且是权力斗争的工具 如果你在权力中落败 你会受到惩罚 陈小农先生 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请讲 我曾经听到 中国一个省的一个局长 告诉我一句话 这是1996年的时候 他说当时在这个省政府 就有一句话 叫做吐出一半 上送三级 也就是说贪官们 只要能把自己贪污所得 拿出一半 这贪污所得的数量大小 上下的干部们 心里都心中有数 你只要吐得够 送的位置到位 你就平安无事 那么反过来 你没钱送 或者说是 这个上面觉得 也需要找一个替罪羊 或者找一个人 来填这个反腐败的数字 那么遇到了倒霉的 就可能是这个人 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湖北省黄梅县 地震局局长钱国梁 他被双规 然后殴打致死之后 他的太太透露了一句话 钱国梁在被双规之前 跟他妻子讲过 他说我是个清水衙门 我怕反腐败干什么 我可以伸直腿睡觉 这句话 可能在别的场合也讲过 有可能这句话 就是导致他被双规的原因 因为他这句话 在别的贪官耳朵里 听起来就是 你是清水衙门 那我们不是 意思是你有可能 要出卖我们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双规有时候 打的不见得是真贪官 而是打那些 让贪官们 看着不顺眼的人 好 说到这个双规 咱们就不能不提到 这个从中央到地方的 这个纪检部门 刚才破空提到这个纪检部门 他这个权力非常大 而且什么时候来突袭你 根本你都搞不清楚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中国这个纪检部门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机构 就曾经比喻为 这个东厂西厂这样的机构 他要抓你就抓你 让这个中国官员文风丧胆 那么在这一点上 他们这个权力 是不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有这个利益牵扯在里面 成了一个地方利益集团 那么你的看法 张国华先生 我刚刚那个破空用了一个 叫法外执法 那个双规确实是法外执法 他这个超越 他不是法律 但是超越了法律 所以他要去办人 他要去抓人 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司法系统的话 你至少要法院的这个传票 你才可以做 他不需要啊 他只要党委书记签个字 你就可以去去办人了 而且呢 他也不需要这个期限 这个拘押理 想拘押多久就拘押多久 对不对 直到你交代为止 所以还有一点 我们就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双规的对象 这个被双规的人 好像很少说 后来没事的 基本上都有事 这个都双规出问题来的 可是你到司法系统 你到法院上 即使在这个党领导下的这个法院 他有的时候 不是每个案子都是这个 一定定罪的 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个南风窗采访了一位双规的 这个纪检干部 那么这个纪检干部就号称说 所有的案子 凡是被双规的 没有一个没被破的 都是铁案 全部都是铁案 所以这个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这个被告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 你如果有机会 哪里会百分之百 一个是被告 没有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中国贪腐的这个现象太严重 过去大家开玩笑 对不对 你抓了多少个人 这些官员抓在一起 这个全部枪毙有冤枉的 隔一个枪毙一个 漏网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双规好不好 当然不好 应该不应该用 最好不要用 可是因为这个贪腐的现象太严重 刚刚小龙讲了 这是这个中共 唯一来这个 制止这个打击贪腐的一个利器了 一个办法 唯一的办法 他只好用 所以这个 您心 我还要补充 好 请讲破空 我先说 刚才那个国华说的一句话 我给他补充完整 老百姓是这么说的 说贪官排成一个队 你一人给他一枪 可能有冤枉的 但你隔一个给一枪 可能有漏网的 所以就贪官多数牛毛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些官员 这些被双规制使的官员 固然值得同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们在位的时候 有没有关心老百姓的人权 有没有关心别人 犯人受虐待的情况 他们作为体制内的议员 如果他们没有关心人权 有一天 人权破坏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像那个薄熙来 在法律上大肆喊冤 又是这个布什 那个布公 那么他当时在重庆打黑 对别人功不功啊 对不对 还有那个就是说 那个他的家属 讲这个律师 请了律师被拒绝 那么别的人 平时请了律师 是不是被拒绝啊 说这种事情啊 就是说 我们中国的很多电影 很多书籍都反映了 反复的反映 说是迫害者跟受害者 实际上是一回事 你在迫害别人的时候 这个你将来有一天是受害者 就广义上来讲 所有这些 我很奇怪的就是 中共那些高官 经过文化大革命 他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但是文革结束之后 应该说 他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法制 来取代人质 告别毛泽东的政治制度 但是他们非常离奇的是 把毛泽东政治制度保留下来 只在经济上去修修补补 然后呢 这个继续的搞人质 结果就是这个 中国的人质党代法 伟大不调 而且不仅危害了 老百姓人权 也危害了官员的人权 对不起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请最后陈晓冬先生 跟我们分析啊 最后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都是提到双规 在贪腐中间起到的作用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双规啊 其实也是中国这个内部 权力斗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么陈晓冬先生 你来跟我们说一下 双规在这些方面 起到的作用好吗 我想双规有几个 其他的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 我刚才谈到的 这个某些官员觉得 他的某些下属 让他看着不顺眼 或者是觉得他可能举报 这个出卖其他的贪腐官员 那么就把他当作贪腐来打 我曾经听说过 江苏苏州市一个副市长 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 没有医疗保险 请乡镇企业 帮他付了几万块钱的 这个住院费 然后因此被判刑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 如果说这个 上级刮起了反贪风 像现在这种 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 那么这时候 地方政府需要找人来 填这个数字 来完成任务 通常就会由上级 来选那些不太重要的 非要害部门的人 来这个 作为商规的对象 通常一双规 怎么样也能够逼出一些东西来 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 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双规 是共产党的家法 家法大于国法 但是如果办错了 他就会耍赖 最近有过一个案例 有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官员 双规 然后被查了半天 没有查出问题来 把他放了 然后他的家属去告 要求国家赔偿 这个结果法院是这样判的 说双规是党办的 党不是政府 所以呢 国家赔偿你不够资格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当家法大于国法办成了 他说这家法算数 国法不算了 如果是办败了 他就说那我们按国法算的家法 咱们就不认了 所以这种做法 我们看到了双规背后 共产党这个反腐制度里面 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弊短 好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双规的话题 咱们也就到这了 接下来我们很快要谈一谈 中国高调纪念 这个习仲勋的百年诞辰 意义何在 请你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上面这个体验 逻辑这么不通的 外国人怎么建 外国人怎么念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头 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孟包和马戏超通的 保证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10月15号呢 是中国前领导人习仲勋的百年诞辰 中国官方在各地高调举行 隆重的纪念活动 习近平本人也亲自出席 在今天讨论最后部分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纪念活动 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好 我先请刘平先生来评论一下 好的 有时候子以富贵 有时候富以子贵 现在习近平 习仲勋 就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是 也许习近平希望借此 能够得到人心的好感 因为习仲勋留给大家的印象 是还比较好的 所以多少也带有这样子 让大家了解到 我是这样的老精雄而好汉 所以他对自己当然是有好处的 我想请张瓜先生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习仲勋要评价 他的一生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 就是他被中共当局 当时迫害了16年的时间 那么他被迫害的经历 为习近平重新评价 中共历史 或者甚至尤其是毛时代的历史 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习仲勋的遗孀 写了一篇文章 好像是昨天 等了一万多次 从纪念文章里面我们看到 他基本上还是肯定毛泽东的 他基本上是感激周恩来 感激对邓小平提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习仲勋给人的感觉 就是说这是一个 他没有太多的敌人 除了康生大概 因为康生当时是要整他的 再一个他在改革开放初期 在广东 这个开放的很卖力 这个深圳特区 实际上听说是在他的建议下 最后被邓小平采纳的 所以这些 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 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借这个 纪念的这个活动来展现 第一呢 他要这个尊崇 这个尊崇这个毛泽东 年代的这种正统 第一方面呢 他不会放弃改革开放 从好的方面去看的话 我觉得 好 破空 你怎么解读最近这些纪念活动 我想这个纪念规格 显然超过了 都是习仲勋本身的身份 他是副总理人大委员长 之所以超过 就是我们看到 指贫富贵和负贫贫贫贫贷 这个权力模式在起作用 习近平能上位 是因为他的父亲 他是太子党 而习仲勋今天能够受到 这么高贵的对待 也是因为自己的儿子 当了这个最高领导人 我们想想 跟他同等之力的波一波 能不能受到这么高贵的待遇呢 绝对不会 也就是说习伯这两家 这一代的这个成败 权力斗争的成败 也决定了上一代的这个历史地位 就像古代一个人打下了江山 号称自己是皇帝 就把自己根本平民出生了 甚至是乞丐的父亲的风味 什么皇太后啊 这个这个这个太祖啊 高祖啊等等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里边关键看了什么呢 刚才提到这个 他那个习远平的一个回忆 习远平回忆他父亲 说两件事 一个散干林边区 一个新政特区 没错 那个第一个是对中共的贡献 第二个对人民有所贡献 算是个改革派 但是他只字不提的是 毛泽东对他的迫害 他们总是用一句话 说毛泽东称赞过 他是走群众运动 就好像有人老是提到 毛泽东说彭德怀是 唯我彭大将军 横道立马 结果不提毛泽东对彭德怀 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 迫害之日迫害之时 同样他们不提毛泽东的罪恶 不提文革的荒谬 这种斯登戈尔摩中和政 习远平的回忆文章 恰恰就写着了习近平 今天政治上的矛盾 他的这个不合逻辑 他自己和父亲两代受害于文革 受害于毛泽东 今天需要举毛旗 说毛话 回归毛时代 这种荒谬让他怎么走得下去 让中国怎么走得下去 好 陈蒋彤先生 刚才破空谈到了 这个习仲勋的 这个座谈会的破格 那么我分析了一下 这个破格破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知道 中共的高干对待遇和这个规格 是有很严格的区分的 那么在去世之后 为他们举办纪念活动 同样有很严格的规格 这个规格分两类 一个叫开纪念大会 一个叫开座谈会 符合开纪念大会的标准 只有两个人 就是中共改革开放以后的超级元老 一个是邓小平 一个是陈云 其他的人都没有资格开纪念大会 那么能够开这个诞成 整数周年座谈会的 也是有限的 而且是限定于党 政府的首脑 就是党的前主席 党的前总书记 国家主席 前人大委员长 那么还有就是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 我查了一下 为中共中央为下面的这样几位元老 办过这个诞辰纪念座谈会 就是叶剑英 李先念 彭真 薄一波 华国锋 杨尚坤 胡耀邦 只有这几个人有这样的殊荣 那么比他们第一级的 正向中央政治局常委 是没有资格开这样的座谈会的 比方姚依林去世 诞成一百周年 中共中央只是由党史研究室 发了一篇纪念文章 就完了 没有开这样的座谈会 原因是资格不够 但是这一次 习中勋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和政治局委员 就比政治局常委 还第一级的资格 召开了这样一个会 那么很显然 他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涵 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会上 不光是破格 而且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子弟 每一家都有一个代表参加 红二代 对 红二代 每家都来出场 表示认同这样一个破格的纪念会 实际上准确地讲 就是认同习近平现在这个地位 他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 通过这一次这个破格的 把他父亲的座谈会 升格到了国家元首级的这个位置 事实上显示了一个东西 就是习近平现在获得了 除毛泽东以外 比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都还要高的一种 说一不二的地位 就是他可以这样做 而没有人敢质疑 相反大家还要为他鼓掌捧场 那么这一点 你先我补充一句 请讲 对不起 我补充一句 就是我看时间 那个这次实际上 今天习仲勋 恰恰是对习近平的一个拷问 是一个讽刺 因为毛泽东原来是这个 那个指控习仲勋 是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那么今天的习近平 是这个指控那个微博大V 说是利用网络扳倒中国 这是莫须有的文字语 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且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 这个考问还就是说 你的父亲究竟是谁 你习近平的灵魂上的父亲 究竟是杀人不眨眼的毛泽东 还是说你那个 彻隐之心 还没灭的这个父亲习仲勋 你的路线 究竟是江泽民的路线 还是你自己的路线 你是往前走往后退 习远平的一笔文章 最后结尾有这么一句话 他他的父亲的 所作所为都是听从人民的召唤 具有人民的使命感 我们就要问习近平一句话 你的所作所为是 听从党内利益集团的召唤 还是听从中国人民的召唤 这种考问在这个纪念会上 应该说是暴露无遗 好 非常有意思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得不结束 今天这个焦点对话讨论 我想提醒各位 那么下个星期一的 时事大家谈呢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宝生呢 还会进行采访 专门讨论习仲勋的纪念活动 所代表的这个政治含义 欢迎您到时收看 那么我在此感谢 我们的四位嘉宾 张国华 刘平 陈晓农和陈破空的 这个精彩的讨论 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们带您看一组 李鹏及其家人的照片 好 我是宁昕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